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在看陈千里之前 我已经看了《魔道祖师》这部动画 觉得画质很不错 而之前先看了《艺人之下》更是觉得动画还具有一定的水准 这些根本没有把这两个作品联想在一起 之后就是因为觉得《魔道祖师》动画还颇好看 当时兴起去查了一下这部作品到底是谁写的 然后搜索完之后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原来传得沸沸扬扬 很红的陈情令就是《魔道祖师》感言的 那时其实之前就已经听过陈情令的大名 一直看到肖战很红之类的传闻 第二件事情就是原著是耿美的作品 然后王一博有演出 因为看过动画 所以当看到《真人话》的第一集 只觉得啊 哇 还原度还真真实 更何况是因为看了电视剧 最后呢 我也看了原著小说之后 就觉得其实小说也挺好看的 所以假使我没看过动画 觉得动画不好看 我应该怎么样都不会看陈情令的 因为即使我是违亲的话语 但是实际上 要我耐下性子看两个男生 似乎好像兴趣没有那么大 和有非常要好的朋友 曾经是不同人间的小手 所以这个世界我很熟悉 如果红遍天下的原因就是因为福 老实说 这个跟甜到有点腻 或者虐到极致的爱情戏 我都是尽懈不收的 反而推理悬疑与冒险类我比较喜欢 因为动画对话的印象太好了 所以顺理成章的就看起了陈情令这部剧 所以让我看下去的原因终究是剧情 而不是他们两个长得很好看的人而吸引我 如果只是空有颜值 没有剧情及角色 我是不可能看下去的 原本看完动画 当下并没有让我有兴趣去看这部电视剧 而最后推动我去看陈情令的 仍旧是清余年终的严冰云 这时肖战才真正的让我开始留意 肖战演技的那些事情 为了了解肖战 看了颇多肖战之前的节目 包括《燃烧吧少年》及《我们的歌》之类的作品 这个艺人来说 其实他就是一个勇于追寻自己梦想 而且很认真的孩子 歌唱得很真诚与好听 尤其他第一首亮相的歌曲 居然是林佑佳的《残酷月光》 那种真诚与纯粹的感情 其实让我很动容 四年多的时间可以有这样的成绩 已经是很棒的了 想唱歌出道 却只能演戏让人注意到 想演戏 却被人说没有演技 老实说有多少时间 让他自己可以磨练演技这件事情呢 这跟唱歌可以微调是有差距的 演戏好不好这件事情 跟他跟谁在一起演出 对首戏有关 演出怎么样的剧本也有关系 其实我比较期待他继续拍《庆余年》 因为跟着一线演员一起演戏 而且是原音演出 对他的演技磨练 确实是有很踏实的过程 导演和编剧热闹一堂 最近有一个知名编剧 温海玲出来说 肖战演戏还带导演手把手的交 肖战是资源咖 而且好巧不巧 导演孙浩又在下面点赞 似乎言外之意 自然就是没有演技了 所以各大平台就有了 孙浩过河拆桥 似肖战演技不好 然后自然 严冰云演出之后 大家就开始把他跟张若云等人比较 甚至跟陈情令当中的 魏无羡演技比较 鉴于您导演点赞嘲讽 肖战演技的微博 编剧发声却被粉丝曲解 另外一个 另一位编剧成情松也发完直言 谁敢说肖战是实力派 演技派 我就敢跟他翻脸之类的话 好了 其实真实的情况 就是看人家主角张若云 其编剧的意思是什么 肖战演技遭质疑 张若云和编辑 接连发声为其说话 公关这么厉害 而导演自己在视频当中 自己说到 他自己对于肖战的评价是什么 简历鼓 干净 眼睛透的一个人 真相是 前面这两个编剧 都是跟庆余年没有任何关系 只会嘴硬的人 黄海琳就是对于陈情令 所有的一切都有意见的人 当然也包含对肖战有意见 而后者则是一直认为 朱仙众人演技不行 说实在话 朱仙好不好看 真的跟导演有关系 上两个没有演过戏的人 演出经典IP 改编剧是否是一场灾难呢 黄海琳怒斥陈情令 获赞47万 汪庆华发文力挺 六分钟定义烂剧 程庆松真敢说 对完朱仙主演只有流量 又说小小的愿望损失不小 另外一个 金钟影帝邱新智也出身护涂地了 后来邱新智也一同肖战演出 斗罗大陆 至少是肯定的 所以为什么孙浩要去点赞呢 不流量吗 在这里呢 我必须说一下 刘德华与郭福成这两个艺人 早年他们有多少所谓耍帅的电影呢 但是现在有谁觉得他们两个演技不好呢 两个金马奖影帝 他们花了多少年让自己淬炼成为那样的演技 如果我说我看到陈情令 又看到当年的刘德华与陈玉莲的神雕侠里一样的感动 其实演技就已经足够了 没有人会奢求当时刘德华演出杨过有多深刻的演技刻画 只要演出人们心中杨过的模样就已经可以满足金庸迷了 其实孙浩点了赞 因为交戏本来就是事实 但是又公开称赞肖赞 这业举一动当然是为了流量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被交戏的肖战会觉得这是问题吗 以这孩子的个性我觉得不会 孙浩会喜欢肖战这个孩子吗 我觉得百分之百是 更不用提天生就是暖男代表主角的张若云 公开称赞肖战 人后王卷换了大把的字 形容这个角色的意涵是什么 而肖战演的如何 老实说 看到清云年之后 我更确定我自己的推论是什么 肖战的颜冰云很棒 因为如果不捧 就不会有那一剑刺进来 基本上如果导演有非一般能力 必然会注意肖战是否有演技 在拍戏现场骂影后影帝 没有演技的导演还是存在的 小眼球导演戏不是很正常吗 基本上导演会大概告诉大家如何走位 大致动作与表情如何 然后自由发挥 要求多一点的导演 一句台词可能就是耗一整天之类的 所以那时是需要肖战的名气 或者是流量吗 我倒是觉得 陈情令中的肖战 可以把魏无限演得如此深刻 就是他有演技 甚至就是被孙导磨出来的 所以如果颜冰云这种笨拙 是否就是导演想要的效果呢 我深深地期待 庆云年的第二部 陈情令带给我的 关于爱情演技的疑惑 兄长 我想带一个人回云深不知处 带回去藏起来 蓝忘记的这句台词 是对知己说的 还是对自己深爱的爱人说的呢 因为我是江陈情令 志同IP改编剧 本来要求没有这么多 味道够了就好了 但是既然这里要谈论的是演技 那么我就会很严肃地讨论这件事情 演员拿到剧本之后 当然要进入这个角色当中 去消化自己内在的设定 所以我最大的疑惑就是 到底剧中的两个主角 是否有深入角色之中 是否将那种感情 完美地表达出来呢 因为剧中蓝忘记展现出来的个性 这辈子都不会对任何人这么在乎 但是他非常非常在乎魏无限 或者也是一种伴侣 两个人大概这辈子 也不会有异性伴侣 但是如果要有书中那样 在一起的结果 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在书中蓝忘记很清楚 自己爱上了魏无限 但是电视剧当中是有这样的氛围 却没有这样的环境酝酿 毕竟爱情当中包含战友欲之类的 但是再怎么在乎对方 即使是在一起也不会怎么样 这样是爱情吗 就剧本与角色上面的诠释 黄一博与肖战都有做到 那个角色该有的味道 很容易让女生代入与喜欢 以IP的改编来说 与其说陈情令改编得很好 都不如说是角色选的 与演员诠释得很好 而且许多书中经典画面 大家都以为因为有见记 但全部都有 所以就粉丝来说就很满足 就喜欢看这类戏剧的人 也很满足 黄一博将一个面摊的蓝忘记 可以有这种程度的掌握度 或者也跟他平常 认真面对自己的歌唱事业有关系 傲娇 霸道 墨守成规 认真过头的蓝忘记 就是在创作《101》当中 黄一博常常被看到的形象 对我来说是及格到位的演技 而且扑轻艳 确实他眼神中表现出了 在乎对方的那种依恋之情 这里要称赞一下肖战 肖战内心戏复杂的铺垫 其实诠释得很到位 无论从天真的聪慧 到被误解自我放弃 甚至到被追杀死亡 随着剧本的推演 其实剧情当中 已经包含着该有的层次 当然这样的关键转折 演员的作用也是不可缺的 电视剧中点到他们两个 淡淡的那种超越友情的感觉 然后就结束了 但是这样就少了很多书中 未无限后知后觉 蓝忘记对自己的情感 说到底 如果爱情不存在陈情令中 何必陈情 两个演出的人也许都没有想这么多 只是CP元素如果不是爱情 蓝忘记终究无法宠溺 未无限这么多东西 那根本只有男朋友 会对女朋友所做的事情 这一切会计判的男朋友 也许都没有了 我们在这一切拍摄 感谢您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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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众